我是演员沈月 一个踏入成年人世界六年的女孩 也是终于找了一位少女性的下方了 选择了编导这个专业 编导这个行业不是我爸妈熟悉的 他们给不了我什么支持和帮助 所以很害怕我以后 从事这样的工作会让自己后悔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若南 一个踏入成年人世界七年的女孩 也是公主并治愈者 毛布淑女 就会感觉遇到了困难或者是委屈的地方 也不太会想要跟家人说 只想给他们带一些好消息 我太想让他们看到我脆弱的样子 哈喽我是演员薇薇 一个踏入成年人世界六年的女孩 也是敢爱敢恨的樊潇雨 第一次离开家 应该是准备转学到住宿学校的时候 那个时候非常开心很兴奋 因为终于可以一个人独当一面了 但是其实每个星期天 当我爸送我上校车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忍不住想哭的那种感觉 小的时候有一次无意间发现 我爸的钱包里面一张钱都没有 然后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想要长大 帮他们分担压力 我是演员张欣怡 一个踏入成年人世界五年的女孩 也是华丽转型的饭券女孩杨嘉倩 成长对于杨嘉倩来说是被迫的 是在压力下往前踏出那一步 我觉得这个世界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但是也没有那么的糟糕 无论如何生活都要继续下去 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试着去打开自己 或许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包容 我第一次有了一份正式的实习工作 当替身拍花絮做剪辑就是身兼树制 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撑下来的 我就觉得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很不容易 我那个时候不太想让别人知道 我是一个脆弱的人 承认脆弱比装坚强更不不 我对我自己来说 即使经历了一些质疑的话 我也尽量学着调整心态 抽离出来 平和地看待任何的声音 告诉自己再努力 一点点的进步 完善自己 其实是跟自己较劲吧 我觉得小时候的我们都是被父母塑造嘛 长大了以后 我们认知到自己以后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捏自己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要改变 就会改变的 可能你会有无力感 但是你能做到的事情 就是跟随自己的心 而不是别人的心 其实我本人有一点轻微的社恐加讨好性人格 所以其实在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 那时候年龄很小 然后就因为角色的原因受到一些网爆 很难说就是一方面感受到来自世界的恶意 但是迅速就被周围的善意所包围 让我又难过又感动吧 我和夏朗朗的成长经历还挺相似的 我们都是从小城镇 然后自己努力 自己争取 最后来到了北京 来选择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觉得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就是你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 她慢慢找到了自己 慢慢知道了 学会了要为自己争取 我也是一样 我也在争取独立的路上 所有的女孩都可以做自己的公主 能成为公主的女生 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公主的话 我觉得也是要承担起公主的分任 就是独立而强大 恭喜你 比起昨天又成长了一点点 请记住你的青春成长故事 因为她只想一次哦 我觉得樊潇雨比我更感 然后演她的时候 让我觉得 我应该也来一次那种不管不顾 放下一切勇敢去做的冲动 然后做选择的时候 相信直觉就好 选择是部分错与对的 重要的是你做出选择之后 你怎么验对你接下来要走的路 是你自己的心态问题 鼓起勇气 走出我的舒适圈 可能去更加大胆一下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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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